所以无论是大臣小臣 第一个条件就是破圣洁 不能执着神圣母 什么人能做到 身间破了自私自立的念头 一扫耳光 绝对不会有一念自私自立 我没有了吧 新娘脱开了 什么生活 变法皆虚空间 万事万法生活 在我们中国人有个言语 大家都晓得 母亲 宝贝她的小孩 特别是 婴儿 两三岁 把她看作心肝宝贝 那真是什么 是一体的感作 那个母子灵心 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了 小孩有什么状况 母亲能感觉到 一体 慢慢长大就忘掉了 这种感情就远了 淡泊了 那祝佛菩萨 对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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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就像母亲 照顾一模 心肝宝贝 我们 云云众生 都是如来的 心肝宝贝 可是我们自己 不是 完全没有这个感受 还对她怀疑 甚至于还对她批评 大不尽 大不小 极乐世界 是为我们建立的 不是为她自己 特别是为 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为什么 云云太盛 云云太盛 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也能够因应 就成佛 这个原因 我们要肯定 不要怀疑 为什么 造作为业的众生 她一年能成佛 为什么 她本来是佛 那 去旧看那个云 山道大师讲的话 讲得太好了 总在语言不同啊 她那个云 要特别殊胜的话 一下就成佛了 虽然造作 无你十五 几重的罪 她一念头一转 她就大扯到 她就成佛 而且念佛法门这个云 无比的殊胜 它是圆满 它是究竟 但是我们自己 能不能遇到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 所以她经常讲的 心 云 最后是决定 这个后面 我们还会念头 就在这一片 心比什么都重要 心一定要 纯金 纯山 绝不要 让外面境界 染污了我们的心 外面境界好 没有贪力 外面境界不好 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平常性 平常性是真心 受外面境界的感染 那是妄性 真心不会受感染的 也就是 时时刻刻要保护真心 不要受到外面感染 那最好的方法 是天天读松大臣 如果感觉到 我这个心里被感染了 不自在了 心动了 那你就念佛 就读尽 那你就会能够 恢复正常 正常是喜悦 是智慧 是耐能 当然 就想好 为什么 想随心短 心好 想就好 心健康 神就健康 这一定的道理 心清静 神一喜 神就清静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修行修什么 就是修这个 这种不错的道理 你 有点 虐